生命,他想見生命,你會找到美麗的物品做壞事件 齊瓦哥醫生是一部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Boris Pasquenet的名著改篇 名導演大衛廉執導的史詩式表演巨献 六十年代曾經在香港上映轟動一時 往後多年亦多次在香港重映成為經典 電影以俄國大革命推翻沙和、紅軍、白軍內戰 社會陷入白色恐怖的一段歷史為背景 用本來生活優異的齊瓦哥在革命龍流中身不由己 因戰火、因政治迫害、四處留曬 一生在大時代的歷劫 和他的兩段歷盡生離死別 掙扎求情的男女感情為主軸 以小見大到盡了所謂共產革命的醜陋、殘酷、虛偽 和受盡欺壓的弱小一群被宣傳洗腦 一旦覺得自己已經翻身 仇恨掩蓋傷癌 潛藏的獸勝張顯 反過來站在別人頭上 私逼迫害 那種冷酷空殘反世 連至那些政治投機左右逢圓 見風洗頭的變色龍渣在嘴裂 齊雅哥至少父母相亡 由退休大學教授的舅父 撫養成人、悉心教養 至少和表妹東尼雅 青梅竹馬 長大後親上加親 決為夫婦 齊雅哥年紀輕輕 已經是博有名氣的詩人 同時也是人人厭善的上層社會醫生 基據醫生的科學理性 也有私人的感性浪漫 和同情弱小的人道精神 他同情沙皇時代被欺壓的低下階層 同情革命 也不惜冒險營救被鎮壓負傷的示威者 但是 杜德沙鵝王朝被革命黨推翻 當日他曾經同情過的那些昔日弱者 就因為齊雅哥一家園的階級成份 反過來欺憐迫害 他身體 造成自己的 Uriattin Committee of Revolutionary Justice 已在我家名為人民 非常好 我也是一位人民 Lyla出身寒微,由寡武做裁縫,撫養長大 Lyla的母親也同時得到曾經必死齊雅哥父親 現實投機,在政界吃得開的律師維多接濟 很自然地就成為了他視為患物的情婦 十七歲Lyla,入世未深,和每個普通女學生一樣 渴望畢業後得到一份安穩的工作 會在狹窄圈子裡缺乏人生歷練 他有一個年輕又對極度腐敗政府不滿,有正義感 滿懷改革理想的大學生男朋友 然後,帕家 但Lyla對這些理想並不理解,亦沒有興趣 Lyla,受不住物質和虛榮的引誘 代入了一組已經心懷不軌的母親情人維多的圈徒 半推半袖,和他偷情 他一方面受到內心紮備,另一方面又發現自己喜愛享受奢華生活 內心糾結在慾望和羞恥之中 直到母親發現這個秘密而自殺 維多露出,一樣當Lyla是幻物的態度 Lyla是幻物的態度 他終於成熟,更清楚自己的路向 寫信他未婚夫拍家和盤托出 不用看外面的人 現代的 到晚了,你想怎樣呢? 大便要去別人 你去別人,到晚了 你去哪裏嗎?我愛知道 我替你去別人 在紀念中的事 而且勇敢地 胡帕家託他保管的手槍 闖到現場 槍擊在豪華演繪中的遺多 暗中跟着他的美婚帕家 事后护送他离开 在这个场景 充分呈现了 Aina取回自尊的勇气 帕家震惑现场的气概 也预示了他加入革命党后 成为领袖的必然 而維多帶拉拿去過 好像一場場這類豪華宴會 就和場外衣衫男友民眾的抗議示威 有著豬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的極大對比 俄德大戰革命黨推翻沙皇 和革命黨的內戰 上天將被徵召入五做軍衣的齊瓦哥 和因為尋找革命黨的丈夫 做志願戰地護士的拉拿 在戰火連天哀紅遍夜的大地上相遇 齊瓦哥和拉拿本來是不同社會階層 兩個不同世界的人物 但是革命和戰爭 將一個有夫之夫 一個有夫之夫 在亂世中短暫地拉在一起 救助雙兵 雙兒已沒引為自己 離別後 上天又令他們在圖書館再度重逢 變成情人 但是好見不常 齊瓦哥很快又再被大時代洪流衝擊 顛佔流離 再與自愛上盡離別之痛 家人更因為家庭成份被逼流亡外國 同之永別天懷 拉拿的未婚夫 之後的丈夫柏家 帶入革命黨之後 前有判若兩人 和平示威被沙皇政府以騎兵鎮壓 面上樓下的雙巴 將其由善良溫和的年輕知識分子 徹底改變 變成在戰場上無情殺戮 製造白色恐怖 放火燒穿的殺人機器 而他自己 亦在黨派的殘酷鬥爭中 成為犧牲品 在動盪亂世齊瓦哥 的木島也親身經歷 極左意識元泰 怎樣所謂共產 去掠奪人家的財產 去佔據他人家餘 怎樣扭曲人性 如何掀起仇恨 每一個重大事件 都迫使每一個人 立上身不由己的人生道路 齊瓦哥 最後孤單一個人 留在莫斯科 更在莫斯科街頭 未及趕上相認心愛的拉拿 心臟病發 倒閉街頭 紫赤天涯 陰陽永隔 留在一生的遺憾 一部經典的電影 經歷時代的考驗 滴久成身 這個故事不單是俄國的典型悲劇 接種而來的中國 全球共產世界 也曾經 或者正在發生類近的悲劇 一九九零年 隨著蘇聯解體 看似共產主義抹落 但是 今天一股極左思潮病毒 又以另外一套美麗的口號 和謊言 在西方世界 藉絲還雲 鼓吹以醜為美 以善別模糊 變相打壓女權 以所謂Political Correctness 政治正確 Wook 覺醒 包裝仇恨 以反對種族歧視為藉口 實行逆向歧視 以所謂Cancel Culture 取消文化為利器 清洗歷史 以反對Hey Speech 袖恨言論為大棒 打壓言論自由 在學校、學院 判書極左意識 逃獨下一代 這一股賊喊觸賊的歪風 迷惑了不少一枝半解 以跟風為進告入時 容易被洗到的信眾 世人恥父永遠都不會吸取歷史的教訓